4月21日是復活期第四主日 亦是第六十一屆普世聖照祈禱日 第六十一屆普世聖照節祈禱日錦恩祭 在主教祭堂舉行 特別為普世及本澳教區聖照祈禱 由澳門教區首目李賓生主教主禮多為斯多共祭 李主教以當日的《讀經》提到 基督是我們的善目 善目的特質是認識我們 愛護我們以及保衛我們 他指出 基督這位善目認識我們的好與惡 但祂愛我們到極點 就算我們犯了罪甚至離棄基督 祂亦依然等待我們的歸依悔改 更保衛我們 透過各項盛事給予我們恩寵 為讓我們脫免罪惡 主教又認為 當日在禮儀中慶祝進度 入會及法院紀念的神掌 修女 修士們 給予我們一份善目的見證 他們能夠堅持到底 不忘初心 以基督為榜讓去認識 愛護以及保衛教會的羊群 而他們就是靠著恩寵去堅守承諾 因此 為聖照祈禱日 就是一個恩寵的日子 為所有接受聖照的修道人祈禱之餘 也為青少年有足夠的恩寵 能夠找到各自的聖照 勇敢回應 並堅守天主所賜予的聖照 主教勉勵教友 天主賜予我們恩寵回應聖照 就是要我們活出愛主愛人的使命 他希望修道人能夠繼續帶領更多青年人 勇敢尋找 回應以及堅持天主所賜予的聖照 為天國服務 微薩後 李主教代表教區 向教委分別慶祝進度 入會及法院鑽、白金、金及銀禧紀念的神父 修士及修女致賀 感謝他們的服務及貢獻 慶祝入會金禧 瑪麗亞方濟國全教會的遠美婚修女表示 在過去的日子 是以修會的精神 主之婢女在此 以聖母的精神讓她能堅守對天主的承諾 不斷找到靈感為姊妹服務 另外 她亦靠聖體、聖士及天主、聖言 讓自己有力量走這條修道的旅程 她亦提醒各青年、靈修生活的重要性 我也是一個忠告 就是說青年人不要忘記自己有靈性的一方面 靈性是高超過物質界 高超過我們所有的服務 我們的工作 有時候真的要靜下來 去找回裡面內心的世界 其實找回自己內心 找回自己的真神的我 就找到天主的 又找到天主的愛的 這樣就很開心地找到天主的愛 慶祝進度傳氣 澳門教區鄧思恩神父退而不休 依然留守在花地馬聖母堂區 為教友們服務 她希望透過她在過去所創作的聖明作品 讓教友們明白唱歌都是一份祈禱 以另一種方式服務天主 她又邀請各青年 多向天主祈禱 積極尋找各自的聖照 她們的聖明是甚麼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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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們有一個 天然中的營墟請教教教班 你打架 E 我打架了